来看到这家餐厅怎么会有很多的小墙啊 蜥蜴还有这个蟑螂怎么回事 这是在中原大学附近的一家牛排馆 民众投诉说就在用餐时间 竟然看到了有蟑螂有蜥蜴还有老鼠 让它食欲全消根本吃不下去 那么记者实际到了这家店来询问 业者说是因为呢 店里是开放式的用餐环境 又紧邻着大马路 所以呢有一些小动物跑上门来了 牛排店的餐具 去栏里有只蟑螂停在那 一动也不动像是再产软 来到农堂区想摇烫 又惊见一只大蜥蜴 大喇喇停在桌底下 用餐时间看到这副景象 民众根本吃不下去了 我只会往后看 又看到一只老鼠爬过去 我就感觉还蛮夸张的 我牛排就没什么胃口吃就走了 蟑螂蜥蜴还有大老鼠 民众怒劈来到牛排馆 像是在逛动物园 但业者解释是开放空间早晨的 看看这间牛排馆的设计 分成店内和店外两部分 店外属于开放式用餐空间 餐具和饮料台就摆在户外 经历马路上的树丛堆 很容易有不速之客上门 当然会换也会退钱 这是一定要做的 我们可能会以后加装柜子之类的 把它留开 这间位于中原大学附近的牛排馆 因为价格便宜 深受学生族群喜欢 但影响到有可能会和蟑螂蜥 一起用餐 民众再也不敢吃了 真是黄初华 就要入桃园采访报道